哈喽大家好 我是草币大师 今天给大家做一个最新的大陆客户购买比特币的视频 第一次接触虚拟货币的小伙伴 一定要注意在币圈有非常多的骗子 骗局呢也是非常的多 新手朋友一定要注意 本期视频非常非常的重要 会教给你如何识别交易所里面的骗子 如何安全的买币卖币一个完整的流程 所以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是新手 千万千万不要错过 今天呢 我们会按照这五个步骤 从头到尾的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首先呢我们先去注册一个OEOKX交易所的账号 先来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OEOKX 在我们国内有三大交易所 分别是OEOKX币安火币 在国内我们一般叫OE 在国际上一般称呼它为OKX 选择OE的原因呢 是它这边大陆用户可以注册 接受大陆用户 但是呢币安火币 现在已经不接受我们大陆客户了 选择OE的原因 第二个就是它的手续费非常的低 相对于其他的交易所 它的邀请链接 我会放在视频的下方 这边有我的邀请码 如果你用我的链接去注册 可以获得价值20元的比特币 还有10美金的返用卡 最重要的 这个是最划算的 你的手续费 可以终身减免20% 非常非常的划算 可以终身减免20% 我们先打开一下这个邀请链接 打开之后呢 这边还会随机的送给大家 一个50美金的盲盒 这边填上我们的邮箱 邀请码的话是默认填写的 填写完成之后 这边会接下来 我们可以绑定一下手机号 手机的话是支持中国大陆地区注册的 我们先填写邮箱 然后呢再填写手机号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我们进行第二步 交易所的手机端安装 安卓还有苹果 先来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要在手机上面去安装这些东西呢 因为我们在电脑上面 大家可以看得到 有非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对我们新手朋友特别的不友好 给你们看不懂 对吧 对不对 但是呢在手机上面没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所以呢我们可以去安装一下他的手机客户端 先来说一下安卓如何下载安装 我们一会再说苹果 先说安卓 安卓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邀请链接 然后在这边有一个向下的小箭头 然后呢这边会有一个二维码 我们这个时候呢可以打开一下我们的QQ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 直接扫描这个二维码 如果扫描的时候其实有风险被拦截 那可能是被人恶意举报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打开一下我们的手机 然后选择一下支付宝 支付宝这边有一个扫一扫的功能也是可以下载的 或者是呢还有一个其他的方法 就是我们这边可以随便的选择一个浏览器 我这边用的是360360这边也是也是有一个扫一扫的功能 也是可以直接扫码去下载的 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点击这边的向下条箭头 这边有一个更多客户端 我们点击一下安卓这边点击下载他的APP 然后这边会下载一个他的APP 我们在电脑上面登陆一下QQ 然后直接把这个下载的APP拖出来到这个手机里面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安卓安卓就是这么简单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苹果 苹果的话会有一点麻烦 因为苹果手机的话是属于ios系统 必须要用到海外的ID才能下载他的APP 海外的ID也就是海外的苹果商店的账号ID 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 大陆地区的ID不能下载他的APP 然后是哪一个呢 很多人不懂 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点击一下我们的苹果应用商店 然后选择右上角这边 这个邮箱账号不能是大陆的ID 必须是海外的ID 那这个ID可以去哪里找呢 我们可以在谷歌 大家记得一定要去谷歌 在谷歌里面搜索一下海外ID购买 不要去百度百度是搜索不到的 去一下谷歌 可能就几块钱一个吧 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是十几块钱一个 这个是六块钱很便宜 这个是九块钱一个 反正就是几块钱一个 这个是十块钱一个 购买完成之后呢 我们先退出我们自己的大陆的ID 点击这边拉到最下面 有一个退出登录 退出我们自己的大陆的ID 然后登录上我们海外的ID 我这个就是海外的ID 进来之后 我们搜索一下OKX 搜索OKX之后 这边会有一个下载 我们直接下载就可以了 第一个是广告 大家不要下载 第一个是广告 然后OKX的图标是黑底 五个白色的方格 然后中间是像伞子一样的东西 这个是OKX 第一个是广告 然后点击下载就可以了 我这边为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 已经提前下载过了 然后安卓 我这边也是下载过了 是没有问题的 好 我们就进行下一步 交易所的APP安全设置 因为我们的钱都是在交易所里面 所以我们的安全问题一定要设置好 首先呢登录上我们的APP 然后呢 我们来到这里之后点击这边 然后这边有一个个人资料 我们选择身份认证 在这边我们认证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边有一个安全设置 选择安全中心 这边这些邮箱手机号身份认证 建议大家能绑的东西全部绑定上就可以了 偏好设置这边语言我选择的是简体中文 然后机家货币默认的话应该是美元 我直接改成人民币了 这个看这个按照大家的习惯就可以了 然后消息通知就不用管了 接下来呢我们需要进行一个最重要的操作 就是因为我们赚钱了有时候我们要提现 我们买币的时候要充值 那我们在哪里绑定银行卡呢 点击这边 然后这边有一个CRC交易 点击跳过 选择我的 然后选择收款账号管理 点击 立即添加就行了 这边添加的话给大家说一下 这边会有银行卡 微信和支付宝 我们强烈建议大家选择银行卡就可以了 想微信支付宝不要选择 为什么呢 因为微信支付宝我们只有一个 如果冻结了就冻结了 但是银行卡的话 我们可以办多个银行卡不容易被冻结 好 基本的这个设置 我们 绑定完了之后 我们进行下一个 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USDT 怎么买USDT呢 下来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USDT USDT它的中文叫做太达币 它是和美元挂钩是相等的 一美元就是一个USDT 一个USDT就是一美元 在世界上通用的货币是美元 但是在虚拟货币交易市场通用的货币呢 是太达币USDT 假设我想去购买一些虚拟货币 像比特币 格狗币 以太坊之类的 我只能通过USDT去购买 目前世界上任何的货币 不论你是美元 英镑人民币 都是不能直接去购买虚拟货币的 必须通过一个中间转换的货币 也就是USDT 说白了 只要你想买虚拟货币 必须先去购买USDT 才能购买这些虚拟货币的 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假设我这边 我手上有人民币 有美元 有欧元 有英镑 我想直接买这种比特币 以太坊 购股股币 这种是不可以的 你必须拿着你的美元 人民币欧元 先去购买这个USDT 你手上有了USDT 才能购买这些虚拟货币的 这样说大家能听得明白吗 好 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如何去购买USDT 好 回到首页 我们选择这边的买币 这边有两个 有一个CRC 选择CRC 不要选择这个快捷 为什么快捷是系统自动的匹配的 非常多的片子 但是CRC 我们可以自己选择商家 如果这里没有买币 你可以选择左上角 然后这边CRC也是一样的 点击跳过 好这边就有非常多的商家了 我们可以自由的选择一下 这边选择购买 然后选择USDT 金额我们想买多少钱的 我买 2万 选择确定 然后支付方式 我选择银行卡 点击确定 好 我们耐心的等一会 我这边网数不是很好 好了 我们这边呢 接着我们就可以筛选一下商家了 看哪里呢 那大家就去看他们的成交量和成交率 越成交量越高 成交率越高 这种是最可靠 你像这边有一个300多的 这边还有一个9000多的 哎 我们就选择 哎 这个9000多的 选择9000多的之后 我们点击一下他的这个名字 然后 再看哪里呢 看他的开店时间 他的这个开店时间 越长越久越好 最好是一两年两三年之上的店铺 越久越好 看他的 总成交率 总成交单数 1万单99%的成交率很高了 然后他的时间这边已经是 快两年的店铺了 哎 像这种也是没问题的 然后我们选择这边的委托单 选择usct 好这边7块2.2 然后我们选择这边的购买就可以了 然后选择好的 然后输入我们的金额 假设我们想买多少钱的 然后输入我们的金额 就行了 我在这边呢 给大家来以街图的形式 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选择crc 在这边选择金额 然后支付方式 这边1万 好多少钱 然后看一下这边的开店时间 成交单数 然后成交率 像这个也是两年的店铺了 2万多单是没问题的 然后选择委托单 选择这边的购买 好点击零手续费买入 然后这边会生成一个订单 卖家可能会发来一个消息 我们点击复盖详情 好 我们现在呃有的时候呢 卖家给我们发来一条消息 这个消息呢 可能是卖家需要我们提供一下 近期的流水明细截图 他需要看一下我们的银行卡是否是正常的 防止我们是一些洗钱赌博的或者是反例了之类的 然后呢 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去一下我们的银行卡 看一下我们的账户的明细 把我们最近的交易的明细 像我这边 买烟买酒 买水果 逛超市 点外卖 我这种截图 我给他看一眼 他感觉没有问题了 他这边 就会把他的这些收款信息 像他的姓名收款卡号 哪个银行 他就会发给我们 我们再给 假设我们买一万块钱的 我们给这张银行卡 打过去一万块钱就行了 转完钱之后再点击我已支付 千万不要还没转钱的就给人家点击我已支付了 一定要转完钱之后再给人家点击我已支付 这个的话请大家放心 这个是平台担保的 他们在平台都有是担保金的 和淘宝交易是一样的 大约也就是等个几分钟的时间 我们的币就会到账 基本上他们放币的话都是几分钟的时间 为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呢 我这边已经提前准备好了100个 USDT 我们点击这边的资产 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是100个USDT 然后呢我们点击资金 这边有100个 但是呢 交易账户是没有钱的 这个资金账户和交易账户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 现在我们钱是在资金账户 资金账户只是说明 我们的账户里面有USDT 但是呢不能去交易 交易账户顾名思义是交易来使用的 钱放在里面可以用来交易 所以呢我们需要把我们资金账户里面的钱 放到这个交易账户 那如何放呢 好点击资金账户点击资金滑转 这个滑转的话是不要手续费的 请大家放心 资金账户到交易账户 选择USDT 选择最大点击确定 这个是不要钱的是免费的 请大家放心 滑转完之后这边是立即到账的 我们点击一下交易账户 好现在钱在我们的交易账户里面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买币了 我们点击这边的交易 这边会来到这个交易的页面 现在给大家说一下 很多新宿朋友不懂 现在给大家说一下 这边是我们要买的币的种类 我们这边可以选择比特币 狗狗币以太坊之类的 然后在这里有一个2237 2237是当前这个ETH以太坊的价格 上面是买入 下面是卖出 然后这边是买入 这边是卖出 然后呢 还有一个我们买币的时候 要把限价委托改成市价委托 因为市价委托成交速度快 价格便宜 假设我们这边想买比特币 我们点击这边的ETH 我们输入BTC 就就可以了 大家看到了没有 又变成比特币的价格了 在这边呢 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个网站了 这个网站叫做飞小号 大家可以在谷歌上面搜索一下 飞小号 然后飞小号.com 是它的官网 然后这边假设我们想买任何的货币 想买比特币 我们输入BTC 想买以太坊输入ETH 想买Solana 我们输入SOL 我们想买狗狗币 输入DOGE就可以了 不能直接输入汉字 假设我想买狗狗币DOGE 好选择这边的BB 大家看到没有 变成狗狗币了 0.092 那我还是回原来吧 我想去买我的以太坊 ET培持 好选择BB 选择以太坊 好 和刚才一样 选择市价委托 然后呢点击拉满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拉满之后拉到100% 可用100个USDT可买0.04个以太坊 我们点击买入一天一次就行了 点击这边的买入 在这边的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假设现在以太坊的价格我们先买入 是2238准备买入 过两天以太坊涨了 涨了 卖出一天一次涨了100美金 2338 我们如何卖的点击这边的卖出 选择市价委托 然后呢再拉满 然后再点击卖出就行了 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低买高卖 我们是不是赚钱了 我们是不是盈利了100个USDT好 那现在有小伙伴可能就想问了 我想把这100个USDT我想换上人民币 那如何操作呢 好 我们回到这边的资产 刚才我们操作的时候 我们买币的时候是从资金账户 放到了交易账户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想卖币了 那需要来一个反向的操作 需要从交易账户重新放到资金账户 也是非常简单的交易账户点击资金滑转 从资金账户 我我们刚才是从资金到交易 现在卖币就要从 交易到资金 好交易到资金 看见没有交易到资金 好点击最大点击确定 好好想成功了 交易账户没有钱了 钱是在资金账户好 这个时候就可以去卖币了 点击首页点击这边 和刚才一样选择CRC 这边要选择出售了 然后你想卖多少钱呢 比如说我想卖2万 然后支付方式选择银行卡 选择确定 好重点来了 还是和刚才一样 筛选商家 这边有个6000多的 我看一下他 他也可以 两年的店铺 然后6000多的完成率99 就他了 然后我说呢 我们点击这边的出售 选择最大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我卖掉100个USDT可以得到717人民币 点击零手续费卖出就可以了 大约几分钟的时间 卖家就会把我们的钱 打到我的银行卡里面是717人民币 这样的话是不是低买高卖盈利了之后 换成100个 把这100个USDT换成人民币的一个全过程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懂的 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提问 除此之外 PS122还可以与PS5相连 对控制器 眼球追踪和镜头兼具进行快速校准 开启更多诸如直播 影院等全新的功能体验 而在佩戴使用过程中 PS122的硬件改进消除了诸多初代让人诟病的不便之处 头股内侧的缓冲材料 摒弃了初代产品的海绵填充 从而转为材质更为光滑和舒适的细相角 有力地减轻了佩戴时 头股勒紧带来的不适感 调节按钮让每个用户都能根据自己的脸型结构进行调整 从而更加贴合不同用户的脸型 眼部的遮光罩设计和适当的空间留白 实镜时的用户戴着眼镜也能享受沉浸式的体验 柔软的硅胶材质压迫感不会太强 对眼睛也十分友好 眼动追踪和触觉回馈 与其他Fear头显相比 眼动追踪和触觉回馈功能 也是索尼PS122的一大亮点和独特的补充 让用户可以将自己的眼睛作为鼠标 让双手具有真实的触感 提高了VR硬件给用户带来的沉浸感 用户可以感受到物体冲击身体 手拉扯弓箭等惊险刺激 甚至感受到角色脉搏和心跳的起伏变化 索尼PS122或许不是一款价格亲民的产品 然而其在视觉效果呈现 硬件性能 深进式体验等方面的呈现 证明了自己确实值得 内容为王的索尼想要怎么赢 毋庸置疑 突破性的PlayStation VR 头戴设备和PlayStation VR Sense一样控制器为我们带来 令人惊艳的次世代虚拟现实游戏体验 藉由硬件设备进入了一个个令人兴奋的新世界 而这个世界里的所有细节呈现 都离不开深厚的内容实力 甚至PS12令人期待 也是源自其背后强大的游戏内容知识 索尼集团公司董事长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吉田县一郎 将索尼打造的元宇宙定性为从娱乐而来的元宇宙 一种集合游戏 音乐 电影等数字娱乐与一体的感动空间 看映的空间 其所涉及的内容恰是索尼的优势所在 也是索尼布局元宇宙的重要切入口 丰富的IP内容库 索尼的内容布局和游戏与网络服务 音乐 影视业务板块关联最为密集 从2012财年开始 三大领域的业务就进入持续增长轨道 到2021年 相关业务营业收入超过索尼整体营收的50% 利润占到了集团的三分之二 世界范围内的泛娱乐化 AV开发在业务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与Netflix 迪斯尼签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输出协议就是证明 电影《蜘蛛侠》 英雄《无归》和《独夜耳》 英国流行歌手《蝶耀新专辑》 30拉动了索尼2021财年营业收入 最终幻想 XE或沃茨之一《蜘蛛侠2》等游戏也将于今年发布 令人期待 继续发展NP与DTC业务和技术 在最新的企业经营报告中 吉田县伊朗表示 自2018年以来的4年里 索尼在游戏和网络服务 音乐 电影三项业务中进行了超过1万亿日元的战略投资 包括在2018年收购的名音乐出版公司 该公司处于内容P领域 在2021年收购了Crunch Roll 其属于DTC Direct Token 索尼服务领域 接下来索尼将继续投资于内容IP 直接面向消费者DTC的业务和技术 不断为用户提供更具创意的内容 基于游戏 IP改编的影视节目也将是索尼接下来的重点 包括独占游戏 对马岛之魂和GT赛车的电影改编 在不同的娱乐领域和内容之间共享资产 可以实现IP的360度全方位货币化 并为不同领域积累丰富的数字内容资产 用技术凝聚全球创意 优质的内容背后是不断迸发灵感的创作者 索尼坚信与创造感动刊刀的创作者合作 对于推动用创意和科技的力量感动世界 这一企业宗旨的实现至关重要 索尼致力于不断寻找新的方法支持创作者 激发其创作灵感 在索尼的战略精神中 似乎有这样一种共识 就是技术可以激发情感 释放人们的创造力 而创意边界的不断扩展 恰源自技术的支撑 执行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北野鸿鸣 在CF2022研发战略说明会上指出 通过发展尖端技术来推进娱乐业 我相信我们可以为推动文明发展做出贡献 索尼目前致力于发展三大技术 传感Sensing 人工智能 I数字虚拟世界 Digital Virtual World 以此来实现内容创作领域的价值最大化 帮助创作者最大化释放他们的创造力 最大化他们的知识产权价值 以及最大化粉丝的参与 除此 为支持更多本地和独立创作者 索尼还提供了更广泛的入口接触点 索尼音乐部门2021年就收购了 巴西独立音乐公司桑尼尔 不断丰富其多元化音乐内力 一个以技术为轴心 不断吸纳全球创意的跨越语言 体裁和国界的多样化内容市场正在不断壮大中 技术 产品和服务正在稳步推进索尼成为被创作者选择的品牌 更多的创作者和被激发的无限创意 所带来的恰使圆宇宙最需要的多元化内容细节 促进内容生态数字化 侧重娱乐圆宇宙的索尼 非常重视提供现场直播 微分内容体验 我们可以看到索尼在游戏 音乐 影视等娱乐内容的VR化开发 数字化整合方面做出的努力 2021年11月 索尼与曼城足球俱乐部签署合作协议 旨在通过连接现实和虚拟世界 打造全球球迷在线的未来社区 2022年2月收购华语 并向其学习 加强直播服务游戏领域的发展 CF2023交流会上索尼表示 目前正在引入虚拟领域的技术支持 例如收购Pixel 并与epic games合作 通过虚拟制作 改进实时渲染 结合引人入胜的故事 向用户传递全新的内容体验 此前 索尼称其有能力 在元宇宙世界中发挥主导作用 显而易见 技术加内容持续投资布局 才是索尼跨入元宇宙 并实现长久战略性增长的关键所在 索尼是元宇宙的未来在哪里 然而尽管早在10年前 VR就已经成为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词 但是技术的发展如同流动的江河 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却无法进行飞跃 VR市场的形成需要技术 生态和用户 天时地利人和才能让 VR市场真正成为普罗大众 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当前 VR市场仍然暗流涌动 根据IDC的预计 2022年全球要和 VR投险全球出货量为970万台 2023年将恢复增长态势 而出货量将同比增长31.5% 预计要和VR投险在未来数年将持续增长30%以上 2026年的出货量将达到3510万台 相较于智能手机的普及 VR市场的发展仍是一片蓝海 无论是更加易用轻便的硬件还是丰富的生态 都需要创作者的不断探索与补充 索尼和其他的科技巨头相比 在硬件和内容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它或许不是某个领域的踏避 但是其丰富的影视游戏内容储备资源 和极具创新力的硬件设计叠加Boss 获得了1加1大于2的效果 而这正是索尼式元宇宙的魅力所在 索尼式元宇宙为整个市场带来全新的解决方案 让V2游戏的创建不再是天马行空的冲突和冒险 而是在框架中保有自由 让VR硬件的研发更加的以人为本 触及真心 让我们期待索尼元宇宙的发展 期待索尼推出比Walking &更让人爱不释手的产品 让用户的期待成为巨大的惊喜 声明 本文为元宇宙之星运营团队原创 未经允许严禁转载 如需转载请联系我们 文章版权和最终解释权归原宇宙之星所有 6807968 万事打卡的新产品 允许银行在其网络内的加密商户平台上 发现和防止欺诈行为 金融服务提供商 万事打卡于10月3日推出了一项 与风险管理相关的新加密服务 万事打卡的新服务 Quip好CQ旨在帮助银行发现 和防止加密商家平台上的欺诈行为 Quip好CQ结合了人工智能 区块链数据和加密交易的公共记录 以及其他来源的使用 以确定万事打卡网络内加密交易的犯罪相关风险 万事打卡已经为银行提供了类似的法定货币交易服务 万事打卡网络和情报业务总裁J保罗表示 这一发展有助于其合作伙伴在打击加密领域的欺诈行为 时遵守当地法规 我们的想法是 我们为数字商务交易提供的那种信用 我们希望能够为消费者 银行和商家的数字资产交易 提供同样的信任使用Quip好CQ的银行 和其他万事打卡网卡机构 将看到加密商家的颜色编码风险评级 这代表与该商家相关的 可疑或欺诈活动的风险 Quip好CQ由位于加利福尼亚的 区块链安全初创公司Cypher2A新营 该公司在前一年被万事打卡收购 虽然该工具不会对银行做出判断 但它提供了另一个级别的 加密交易咨询 万事打卡目前在其网络内拥有 大约2400个加密货币交易所 得益于Fiche和Mastercar等集中支付处理器 加密支付正变得越来越主流 去年 德亿塞报告了超过10亿美元的加密支出 而万事打卡最近在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 创建了新的加密支付选项 然而 随着加密货币继续进入公众视野 任何与该行业相关的欺诈和犯罪活动也随之而来 根据Canelisus数据 2021年是加密货币犯罪的历史新高 欺诈性钱包地址收到了140亿美元 在澳大利亚 2022年 投资者因投资和加密相关诈骗损失了2.42亿美元 虽然一些高管最近将加密与庞氏骗局相关联 但其他人则呼吁社交媒体巨头注意与其平台相关的加密骗局 奥开克下载 欧易下载 奥克下载 奥开克交易平台也下载 据CoinTelegraph报道 全球支付巨头万事打卡宣布与Polygon合作推出webfin音乐人加速器计划 据悉 该计划将从今年春天开始 将把来自全球各地的5位新兴音乐家与导师联系起来 帮助他们在webfin音乐领域建立自己的品牌 该计划还将在今年晚些时候以现场直播的方式进行展示 此外 万事打卡还为那些没有被选中的人推出了一个名为万事打卡音乐通行证的NFT系列 其目的是通过品牌合作 为其提供教育材料和独特的资源 帮助新进音乐家了解webfin与音乐领域的政策 6797-334-4月19日消息 万事打卡区块链 数字资产产品和数字合作伙伴执行副总裁Archdemandarin在接受采访中表示 NFT为创作者经济提供了动力 加密和NFT是万事打卡核心业务的自然延伸 据悉 万事打卡目前已与Quandbase阿城合作关系并与OwenC继承 Archdemandarin好还提到 我们是一家支持商业的支付公司 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我们进入加密货币的原因是为了提供选择并确保人们可以安全可靠的行驶选择权 这就是万事打网络史中代表的意义 实现跨多个轨道的安全商业体验 万事打 对象和美国运通纷纷进居元宇宙 希望增加收入来源并保持在虚拟经济中的竞争力 支付巨头万事打卡公司向美国专利商标局提交了15项与NFT和元宇宙相关的商标申请 这些申请的重点包括计划建立一个与加密资产互动的虚拟社区 在元宇宙中处理支付卡 未可下载数字商品的买家和卖家提供在线市场 虚拟现实活动等等 该公司Priceusco号的一项商标申请有艺术品 文本 音频和视频等多媒体文件组成 这些文件由ASC认证 另一份申请说明了其红黄香蕉的双云标志的计划 以处理用于在元宇宙和其他虚拟世界中支付商品和服务的卡片交易 另外一项专利打算在元宇宙的文化活动 音乐会 体育赛事 节日和颁奖典礼 以及金融教育研讨会和项目中添加万事达的名字 正如CoinTelegram之前报道的那样 万事达在2月份增加了500名新员工 为银行和商户提供关于采用加密技术和NFT的咨询 但他并不是唯一正在申请NFT或元宇宙商标的主要金融科技公司 Visa和美国运通已经提交了他们自己的加密货币相关的美国专利商标局申请 早在2020年 Visa就首次提交了创建加密货币的专利申请 目前正在其支付卡网络上开发一种原生数字货币 就美国运通而言 有其项申请涉及其与虚拟支付卡的品牌建设 元宇宙中的礼宾服务以及在NFT市场上使用其卡片 此外 这些信用卡公司已经采取了一些举措 以保持在虚拟经济中的竞争力 万事达创建了一个为期三个月的项目 名为425 以帮助区块链和加密货币初创企业扩大业务规模 而Visa也推出了自己的创作者计划 指导企业家了解NFT 以发展他们的小企业 万事达是PC安全标准委员会 及PCSSE的一员 该委员会由全球主要的信用卡公司组成 包括美国运通 Distover Visa和JCB 其运作是为了提高全球的支付数据安全 最近 一个受监管的DeFi银行应用程序加入了PCSSE 目的是贡献DeFi行业的见解 并向理事会推荐倡议 来源 Bitcoin SH与Polygon合作教授 F3传统金融公司 现在正在寻求利用区块链的力量 在不同领域开展各种活动 万事达卡是最大的支付公司之一 它与以太坊扩展平台Polygon合作 向五位不同的新兴艺术家介绍 F3技术可以为他们的活动带来的可能性 万事达卡艺术家加速器计划 将使用Polygon网络交给选中的艺术家 如何执行一系列活动 使他们能够减少中间人 入到他们自己的NFT不可替代代币收藏 以增加他们的在线粉丝参与度 以及出现在基于Metaverse音乐会等中 自主和自由似乎是该计划的最大目标之一 两家公司为此准备了所谓的首创课程 对此 Polygon Studio CEO Ryan Watts 表示 F3有潜力赋予新型艺术家权力 他们可以扩大粉丝群 谋生并引入新颖的媒介 以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自我表达和联系 Web3和音乐万事达卡与音乐的关系有了已久 该公司目前是格莱美奖的官方赞助商 甚至还涉足音乐制作 并于2022年推出了自己的唱片 去中心化技术对万事达卡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因为它寻求使生态系统中的新艺术家 能够独立发挥作用 音乐是一种普遍的激情 它鼓舞着我们 感动着我们 让我们团结在一起 万事达卡首席营销官Raja Rajamana 表示 他强调了这些技术与当今艺术家发展的相关性 能够参加该计划的五位艺术家仍未被选出 艺术家仍然可以提交他们的申请 该计划计划于2023年春季启动 粉丝们也可以在途中与这些表演者一起 组队学习这些工具的运作方式 近日万事达卡推出一款新的软件 帮助银行识别和切断来自一手欺诈的加密货币交易所的交易 该系统名为Quip of Secure 使用8221 复杂的8221 人工智能算法来确定 与万事达卡支付网络上的加密货币交易所有关的犯罪风险 该系统依赖于区块链的数据 区块链是加密货币交易的公共记录 该服务由万事达卡去年收购的区块链安全创业公司Cypher2S一工 Cypher2S一工 部位于加州门洛帕克 帮助企业和政府机构调查涉及加密货币的非法交易 其主要竞争对手是纽约公司Penalysis和位于伦敦的UEP 万事达卡推出这项服务的背景是 新生的数字资产市场上的犯罪活动不断增加 根据区块链分析公司Penalysis数据 去年进入与一支犯罪有关的钱包的加密货币金额 积增至创纪录的140亿美元 而2022年发生了一连串针对加密货币投资者的高调黑客攻击和诈骗 在Cypher2S一工平台上 银行和其他发侠机构会看到一个仪表板 上面有代表可依活动风险的彩色编码评级 风险的严重程度从红色表示821高821 到绿色表示821比821 Crypt Secure不对是否拒绝某个特定的加密货币商户做出判断 这个决定是由发卡机构自己决定的 万事达卡已经使用类似的技术来防止法币交易中的欺诈 通过Crypt Secure 它正在将这种功能扩展到比特币和其他虚拟货币 随即随着越来越多的银行和支付公司 以自己的数字资产交易和存储服务进入战场 合规性已经成为加密货币的一个重要焦点 上个月 纳斯达克成为最新加入华尔街拥抱加密货币的成熟金融公司 为机构客户推出了托管服务 与此同时 大西洋两岸的政府正在寻求对加密货币部门实施新的遏制措施 到目前为止 该部门大多缺乏监管 上个月 拜登政府发布了其有史以来第一个关于美国加密货币行业监管的框架 而欧盟已经批准了自己的里程碑式的加密货币法律 在数字货币价格下跌和交易量枯竭的时候 这家支付巨头正在加倍努力发展加密货币 自2021年11月的大涨高峰以来 整个市场已经减少了大约2万亿美元的价值 比特币现在的价值不到2万美元8211 从接近6.9万美元的历史高点暴跌了约78211 最近几周 比特币一直在努力攀升到有意义的水平之上 尽管数字代币价格低迷 但该行业的犯罪行为并没有显示出减弱的迹象 今年一个特别流行的骗取加密货币投资者资金的方法是利用区块链桥 即用于将资产从一个加密货币网络交换到另一个网络的工具 根据CanalVisus数据 自2022年开始 这些跨链桥节的漏洞已经造成了约14亿美元的损失 在这种背景下 主要的金融服务公司和加密货币平台正在投资于降低通过其系统转移非法所得的风险的方法 加密货币经常因为被用于洗钱和其他形式的非法活动而受到批评8211 这个问题部分源于区块链网络上参与者的匿名性质 但是新软件工具的开发使得追踪加密货币犯罪分子的不义之才变得更加容易 公司正在采用复杂的数据科学和机器学习技术来分析公共区块链上的数据 万事达卡也在寻求与他的主要竞争对手Visa保持同步 后者已经在加密货币领域进行了明确的投资 在2022年第一才记 Visa表示他通过与加密货币平台的账户相连的卡片促成了25亿美元的交易 去年Visa推出了一项加密货币咨询业务 为客户提供从推出加密货币功能到探索非加密配币等方面的建议 万事达卡拒绝透露其2400家加密货币交易所网络中法币转加密货币的总体美元价值 只是提到这家信用卡巨头每分钟促成的交易数量现在达到了8220亿 数千8,220亿 比 Oket下载 OE下载 Ot下载 Oket交易平台 下载 万事达卡启动了一项帮助金融机构提供加密货币交易服务的计划 通过充当Paxos金融机构间的桥梁 该计划将使得金融机构可以向其用户提供加密货币交易来增强用户对加密货币的信心 万事达卡表示 该计划将遵循加密合规规则 对交易进行验证并提供反洗钱和身份监控服务 Oket下载 OE下载 Ox下载 Oket交易平台也下载 万事达卡与欧洲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合作推出可定制的NFT主题借记卡 一些拥有精选NFT收藏头像的持卡人可以将艺术品添加到支付卡上 据悉 支持的NFT系列包括CripalPunk Numbered GoblinTown BodyPerson 这些卡将允许以法定货币 稳定币或用户持有的任何加密货币进行消费 此外 这些卡仅在25个欧洲经济区一国家和英国可用 Oket下载 OE下载 Ox下载 Oket交易平台也下载 金融服务提供商万事达卡于10月3日推出了一项与风险管理相关的新加密服务 万事达卡的新服务QuipalCQ旨在帮助银行发现和防止加密商家平台上的欺诈行为 QuipalCQ结合了人工智能 区块链数据和加密交易的公共记录以及其他来源的使用 以确定万事达卡网络内加密交易的犯罪相关风险 万事达卡已经为银行提供了类似的法定货币交易服务 万事达卡网络和情报业务总裁J Bauer表示 这一发展有助于其合作伙伴在打击加密领域的欺诈行为时遵守当地法规 我们的想法是 我们为数字商务交易提供的那种信任 我们希望能够为消费者 银行和商家的数字资产交易提供同样的信任 使用Quip和CPU的银行和其他万事达卡发下机构将看到加密商家的颜色编码风险评级 这代表与该商家相关的可疑或欺诈活动的风险 Quip和CQ由位于加利福尼亚的区块链安全初创公司Cypher推行营 该公司在前一年被万事达卡收购 虽然该工具不会对银行做出判断 但它提供了另一个级别的加密交易咨询 万事达卡目前在其网络内拥有大约2400个加密货币交易所 得益于水下和MasterX等集中支付处理器 加密支付正变得越来越主流 去年 Quip再报告了超过10亿美元的加密支出 而万事达卡最近在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 创建了新的加密支付选项 然而 随着加密货币继续进入公众视野 任何与该行业相关的欺诈和犯罪活动也随之而来 根据Canovisas数据 2021年是加密货币犯罪的历史新高 欺诈性钱包地址收到了140亿美元 在澳大利亚2022年 投资者因投资和加密相关诈骗损损失了2.42亿美元 虽然一些高管最近将加密与庞氏骗局相关联 但其他人则呼吁社交媒体巨头注意与其平台相关的加密骗局 OK 可下载 欧益下载 Doc 下载 OK的交易平台也下载 随着国内加密货币监管日益阳格 曾经在国内币圈占据市场的货币和币安等已经陆续退出了大陆市场 这造成了币圈多数人无法变现加密货币的情况 不过 随着欧洲万事达卡支持加密货币 其已经成为了国内加密货币投资者的主要存取和消费加密货币的渠道 万事达卡 美股票代码 NV Mastercard是万事达国际组织与全球各地银行联合发行的银行卡 信用卡巨头万事达卡集团致力于提供全球消费者一个更便利与更有效率的金融支付环境 透过针对支付行业的支付加盟处理中心及顾问服务 万事达卡为全球金融机构、政府、企业、商货和吃卡人提供领导全球性的商务链接 借助旗下的Mastercard、Master、Serious品牌和作为核心产品的信用卡、借记卡和预付卡 以及创新多功能性平台 如Mastercard 配Pathomast Card Control 万事达卡不断促进全球商务 为超过210个国家及地区的消费者、政府和商货提供服务 支持加密货币的UnionCat万事达卡 为欧盟银行借记卡 其申请条件宽松 仅需手机号和身份证便可 且不与国内征信系统联网 被执行人也可办理 可用于存加密货币、虚拟货币、比特、以太等 与其他万事达卡使用无差别 可在所有支持万事达的银行里量取出现金 也可绑定微信支付宝进行消费、提借等 同时可在全球任何国家取出法定货币 如人民币、美元、港元、欧元、英镑、日元、韩元等全球主流货币 要连Keyron是打卡所属的开店公司 于2018年取得欧盟一台照 并获得新华社报道 致力于在亚欧互联互通中发挥重要作用 仅随8221 一带一路战略为跨境金融提供有利保障 特别在金融技术及电子商务领域 为全球国际贸易领域的商业客户 以及从事国际贸易的个人客户提供更优惠 更快捷的创新与高效金融收复换补 Pay10的银行卡支持全球 PaaS消费和ATM提现 Pay10作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Upload 单一欧元支付区CIPA31200 欧盟支付协会 PC机构成员持有欧盟的密牌照 德币000480 提供欧洲中央银行统一监管范围内的卓越金融服务 确保资金安全 Pay10全球数字银行严格遵守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DDPR与欧盟支付法案 PSDR 确保个人数据隐私安全 在巴黎 巴塞罗纳 伦敦 新加坡 维尔纽斯 香港 北京军社有办事处 目前从已经使用Union开始问世打卡的人了解到 此卡可以直接充值加密货币 可以在全球银行ETMG取出现金 经过测试 也可以在农业银行 工商银行取出现金 并且绑定支付宝 微信进行消费 Union Cash One是打卡对于加密货币的支持 无疑为国内币圈的投资者提供了更为安全和便捷的渠道 进行加密货币存取 同时配电的欧盟密牌照和万世打卡悠久的金融经营历史 可以让Union Cash One是打卡的开卡人拥有更正规更安全的使用体验 Union Cash One是打卡无疑是目前国内加密货币存取消费的最佳选择 OKEX下载 OE下载 OKEX下载 OKEX交易平台 也下载 万世打卡首席执行官Michael Mebach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加入了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小组讨论 Mebach在被问及当前允许跨境支付的银行间信息系统说是否会在五年代一直存在时 他回答不 小组讨论的成员还有数字美元项目执行董事Jennifer Asset Digital Asset 口袭执行官Uvo Roos 埃森哲董事兼数字美元项目联合创始人David 推合高级经济学家John Rose 他们都回答说SWIFT在五年内仍然存在 Mebach是唯一一个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的人 即也许在不久的将来 他可能不会成为跨州转移资金的主导系统 Asset和Roos似乎也认为SWIFT有朝一日可能会被取代 但表示五年时间可能不够 万事达卡近日概述了其重点研究的五个领域 旨在将加密货币变成日常支付方式 这五个领域为加密卡、加密服务、支付、万事达卡加密网络的加密货币 以及元宇宙 NFT在加密卡方面 万事达卡今年在全球内宣布了几十个新的加密卡项目 加密服务上 万事达卡扩大了加密咨询业务 并通过收购Cypher Brace推出了新型加密监控产品 支付方面 万事达卡与Paxos Circle Evolution核等合作研发 将加密货币转换为法定货币的技术 加密网络上 万事达卡将受批准的数字资产引入其加密网络 元宇宙 NFT方面 万事达卡发展加密合作伙伴关系 以支持NFT合约宇宙 例如 Canbase用户可以用万事达卡支付NFT Arcate下载 OE下载 Arcate下载 Arcate交易平台也下载 虽然区块链技术和加密货币通常密不可分 但前者在业务中的其他应用程序中可以独立存在 同时还帮助政府组织促进CBDC的使用 万事达卡数据与服务总裁Arcate下载表示 区块链有许多引人入胜的应用与加密货币无关 NFT是区块链的另一个例子 我们正处于区块链技术的早期阶段 周围有很多炒作 重要的是确定长期价值和效用所在 从投资的角度来看 这位潜在投资者带来了区块链领域的大量增长机会 因此 专注于区块链的交易所交易基金TFE投资者提供了这种程度的风险敞口 肺炎的前一种缺炎 比赛达卡 专注于区块链可以换成属口 击区块链的持股 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